一个帅哥刚从警局放出来 摘下一颗钮扣 说要去换些这个世界的钱花一花 一旁的女警听完 真想又把他再关进去 可当有着40年典当经验的老板 看到钮扣时 他的眼睛都快看成斗鸡眼了 老板不敢相信 这可是传说中的极品太阳之星钻石 立刻就驾直首尔的一条街 回去的路上 看着这个身穿七条街的男人 女警依旧不相信他是平行世界的皇帝 更不相信他的表白 看着这个身价百亿的疯子 在想了想自己的盛世美言 他还是觉得男人配不上自己 于是找了个理由开溜了 可他哪里逃得出 这个拥有超能力男人的手心呢 很快他就发现 男人之前骑的白马 停在他家楼下的院子里 瞬间把他家变成了网红打卡地 原来男人用他的超能力 收买了他的朋友和家人 打入了他家内部 在已被收买的家人们 对男人的赞许之词包围下 他自己都开始怀疑了 难道眼前的这个男人说的都是真的 当听到男人再次深情的表白后 他的血压瞬间升高了 而智商则成反比的直线下降 美的女孩从小没有个灰姑娘的梦啊 何况他还拥有这样的盛世美言 面对着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决定赌一把相信男人一次 于是在他的要求下 男人把他带到了传送门的位置 当看着眼前这一片 连个竹门都没有的竹林时 他恨不得给这个疯子一耳光 就这样 虽然男人每天还是一直出现在他的世界 但他都以对付疯子的态度来对待他 直到几天后 警局的一份关于白马的血统报告 又一次吓到了他 原来男人所骑的白马 是纯西班牙血统的白血宝马 世间少有 而且整个韩国都没有进口过这种马的记录 想到这的女警准备下班回去问问疯子 可当他走进院子时 发现白马不在了 他瞬间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环顾四周 发现一切像梦一样 都恢复到起初的模样了 也许那的爱他的皇帝 就根本不曾来过 蜡猫一样的恐怖 蜡猫一样的喜爱 我一样的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